大家好 这条全球聚焦在美国空军今天表示 有一架B1B的枪旗兵战略轰炸机在当地时间4号 在南达柯塔州训练期间坠毁 那么美军指出这架B1B的事发之前呢 它其实曾经要试图降落 但根据记录机场的天后状况显示 坠机的时候能见度是非常差 有薄雾还有低云 那么美军的B1是属于传统超音速轰炸机 于1980年代首次的投入使用 主要现在是被部署于亚太地区不期待核武 那么其实最近也被美方用来对北韩进行威者任务 为了现在是要应对北韩的武力挑衅 南韩军方4号在声明里面就点出 和美方他们现在已经完成围棋一个礼拜的演习 那么美韩部队是在韩朝边境附近 进行一个重型武器的联合射击训练 南韩方面他们就指出这是有助于 两军做好一个今夜作战 就是一直随时可以面对北韩挑衅 我没想到新年有更好的方法 什么好机会 军队和武器一起 和美国一起 这就是我们的军队和国家的练习 我们来到韩国来的练习 每一人都会记得这天 和他们的生活生活 感觉南韩军方表示这场演习是从2023年12月29号开始 进行一个礼拜的演习 在4号昨天的时候画下句点 不过这个消息呢似乎是大大的触怒北韩 因为北韩在今天上午在短短两个小时之内 他们就朝南韩的西海岸一连发射了200多发的炮弹 让南韩方面他们是立刻下令 要离岛延平岛和白令岛附近的居民要紧急避难 对此呢其实南韩他们也不甘示弱 根据路透的一个最新画面 韩联社最新消息就点出 南韩派驻在白令岛上的海军陆战队第六旅团 延平岛上的延平部队在今天下午3点起 他们是展开一个海上的设计训练 那么这个过程中呢是使用了K9的自走炮 还有战车炮 那么整理呢整个事件的时间顺序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他们在今天中午就已经表示 今天上午9点到11点呢 他们是侦测到北韩向南韩的白令岛以北的长山甲一带 还有延平岛的北方登山串一带 他们发生了200枚的炮弹 那炮弹呢最后是落在朝鲜半岛西海岸 北方界线以北的海上缓冲区 那么其实呢要看到南北韩 他们曾经在2018年9月19号 当时他们就签署了南北韩的军事协议 设立一个缓冲区 缓冲区呢就是这一块小小的地方 就是缓冲区 就是为了要以防海上的武装冲突 那么尽管炮弹呢落在这个缓冲区 也就是现在刚刚这个黄色地方指出来的地方 但是由于呢 延平岛和白令岛他们都是非常非常的靠近 画面中这个北韩的边境 因此呢南韩当局他们就立刻对当地的军民 发了一个紧急避难的命令 但不论呢尽管他是掉在这个缓冲区 但在这个地方呢如果是发射射炮啊 还是进行海上的机动训练 其实呢都是违反双方的一个协议行为 不过其实北韩他们单方面在11月23号去年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单方面的要废弃这个军事协议 当时呢北韩领导人就表示 对此南韩军方呢刚提到他们已经回击 而且呢是在不久之前 中午的记者会上例行的记者会上 他们就强烈的要求 北韩呢现在他们要立刻停止类似的行动 而且呢是警告这个区域会升温 其实呢就是北韩方面造成的 而且他们继续会透过和美方来合作 监控北韩他们的动态 采取相关的措施 但是朝鲜到学的这个研究大学的一个教授 他就点出就似乎呢是会让两朝的关系更紧张 比任何的时候比任何的时期都还要紧张 尤其在去年年底金正恩 他已经明确的表示过 不接受朝韩作为同一个民族 他要实现的是和平统一 不实现和平统一了 sorry 那表示呢朝鲜现在要和敌人的关系上 做出一个所谓决定性的政策改变 放重话说呢他其实就是表示 现在呢他要把南韩视为一个独立的敌对国家 列进一个核武的打击范围区 这地方可以看到金正恩他的表示 那么这对北韩今天呢在两个小时内 是一连发射了200枚的炮弹 CNN也做出了一个相关报道 一下来看 那么事实上在北韩今天发射200多枚的炮弹之前 刚刚报道金正恩他在参观工厂的时候 他要求现在呢工厂方面要增加生产 各式飞弹发射的载运工具 也就是飞弹发射的运输工具 包括了各式的战术还有战略武器 强调呢这个是增强国家威慈力的关键任务 那么尤其考量目前严峻的一个情势 金正恩他就表示这个是让国家和敌人 他们在对抗的时候可以做更好更坚实的准备 那么北韩官媒释出的画面中呢 可以看到金正恩他的女儿金珠爱 他也是在这一次的视察里面随行 在镜头前面亮相 让南韩是非常的关注 南韩情报院首次就针对金珠爱 他发表一个评论 认为现在呢年仅10岁的金珠爱 他很有可能未来就是金正恩他的接班人 是北韩第一位的女性领导人 俄罗斯国防部自元旦起对乌克兰发动猛攻 直升机与地面火炮加大攻击力道 乌克兰包括首都基辅在内受到重创 美国白宫四号证实 俄罗斯在二号以第一批北韩制造的弹道 肥弹轰炸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地区 俄乌战争耗尽双方大量军火 乌克兰方面靠着美国与北约的力挺 而俄罗斯因为受到美方制裁 美国认为普丁转向盟友 北韩寻求军事资源 其实金正恩在十二月二十七号 北韩执政党会议中 命令北韩军队军火工业核武部门 要加快战争准备 并指责美国的政策使战争无可避免 而金正恩自从去年九月访俄 与普丁见面后 两国一直在讨论军备销售问题 白宫指出俄国使用北韩军火 意味着俄罗斯已经违反了联合国对北韩的制裁 美国也指出俄罗斯也在规划向另一个盟友 伊朗购买弹道飞弹 北韩在提供俄国军火的同时 南韩正关注北韩的权力交接 南韩情报院表示 金正恩二零一三年出生的女儿金主爱 近期频繁随父亲露面 参加跨年庆典时 金主爱更站在官吏台的C位 金正恩跟母亲李学祖 则站在她的两旁 金主爱目前是呼声最高的金正恩接班人 不过北韩向来注重白头血统 加上社会依旧以男性领导为主 从现阶段看来 将金主爱视为接班人为时尚早 记者综合报道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